北京时间7月12日 世界杯半决赛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克罗地亚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 顽强比赛 最终在加持赛中完成绝杀 以2比1逆转淘汰英格兰队 这支人口不到420万的国家 在世界杯上创造奇迹 而打进决赛也是克罗地亚史上最佳战绩 事实上本场比赛前 英格兰被更多球迷看好 克罗地亚经过机场加持赛比拼 身体状态极为疲乏 本场比赛也得到验证 多名克罗地亚球员出现体力不支的状况 但即便是一拳一拐的慢桌机棋 最后时刻也咬紧牙关 打进决杀英格兰的一力尽筹 晋级世界杯决赛后 克罗地亚球员疯狂庆祝 这一刻他们拥抱属于自己的胜利 他们的坚持与顽强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荣耀时刻 而在庆祝球员当中 一位球员非常抢眼 他就是拉基地奇 因为太激动 他拖的只剩下一条内裤 差点就在球场上上演裸奔时刻 据了解在比赛结束后 拉基地奇拖下了他全身所有的装备 除了内裤外 他将球衣 球瓦 球鞋 护腿板等装备 全部送给了现场的克罗地亚球迷 只留下一条遮羞布 球迷表示拉基地奇是一个充满真性情的好球员 虽然本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 但拉基地奇在比赛中的拼搏表现依旧非常完美 他与莫德里奇的中场组合本届世界杯上表现出色 拉基地奇在本届世界杯上有着不错的表现 他在两场点球 大战中均帮助球队稳稳罚中关键进球 他用自己的正能量影响着队友 拉基地奇曾表示 莫德里奇拯救了我们太多 我们是时候做出回报了 如今在晋级决赛后 拉基地奇拖了只剩下一条内裤 将其他装备全部送给球迷 这样的球员真的是不要太可爱